你能够描述一下 你当时在剧组 大概是一种简单的状态吗 因为我其实在剧组 其实我不太喜欢到处 对 到处跑 在剧组身上有很多事情 就感觉有很多事情 干不完的事情 看到剧本 看看电影 对 其实我还挺想 自己在剧组待日的时候 会感觉那个节奏 因为戏份也不是很密集 特别像度假吗 也不会像度假 因为你那个时候比较心 在剧组的时候 你心事比较踏实 能定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做很多事情 它效率会高一些 会去现场围观吗 比如自己没有自己的戏份 你觉得这场戏 可能会比较好看 就去现场看一下之类的 这个其实我还不太去现场 我还去达尔现场拍摄什么 因为我还想给自己 留一些想象的空间 我经常是跟导演聊 因为导演拍的 所以我跟导演聊的时候 导演会通过他的思维 转述给我那场戏 他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期限跨度其实很长 可能我不知道成片怎么样 但是我不知道 他应该不算太密集 但是他跨度也会长 必须得经常跟导演交流 你才知道 在他这一集 或者是在这一部分的时候 他整体的基调是什么样的 你人物的基调是什么 也讨讨讨论的